环球传播 传播主爱 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环球传播 传播 传播 自己面临的职场挑战 这是你的职场 这是我的职场 这是我们塑造生命 一起成长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玉鹏教练 在上一课当中 我们分享了第一个自我教练的提问 我当下最大的渴望是什么 今天我们接着进行第二个自我教练提问的分享 是什么让这个渴望对我如此重要 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自我教练体系当中的 贯穿整个的这个案例 有某一个公司 项目团队最近在开发一个重要的项目 进度不是很顺利 已经延期了两次 团队负责人汤姆觉得压力非常大 团队成员缺乏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 导致项目进展缓慢 在最近的一次项目会议上面 汤姆对团队成员的工作表现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语气也比较急躁 团队成员感到汤姆的言语当中 有指责的成分 心情也变得沮丧 背后汤姆意识到 这样的交流方式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 那作为团队的负责人 汤姆面临项目延期的压力 他渴望团队表现出更好 进度更快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在这个渴望 他反映了汤姆内在的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我们发现可能有责任的担当 那汤姆会认为提高了效率 是自己的责任 那第二个呢 从团队的发展来看 汤姆渴望帮助团队成长起来 那三 我们从这个项目的荣誉来看 汤姆渴望项目成功 来提升团队的声誉 那第四个呢 从他个人的成就来说 汤姆渴望通过这个项目 来展示自己的领导的才能 当然还有更深的层次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 那其实这些价值观 他在不断地影响汤姆的决策 那选择符合这些价值观的行动 汤姆他就会感到工作的意义所在 那这个时候 其实汤姆他需要被引导 进行深入的反思 他才能够逐渐地察觉到 这些复合的动机 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 都是由不同的层次 并且相互交织的意图来驱动的 所以仅仅看表面的现象 很难进行持续的 自我调节和成长改变 我们需要一层接一层地 来拨开我们的表面现象和行为 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察觉到 我们自己的核心动机 是什么让这个渴望对我如此重要 这个提问可以帮助汤姆 拆解出显性的团队的责任感 和他更隐性的 他个人的成就感的需要 对复合动机越清晰 就越能帮助汤姆制定 深入到每一个层面的应对的策略 对症下药地来提高团队的效率 那当汤姆有意识地去审视自己的行为 是否实现了这些价值的时候 就能调整策略 发挥更好的领导力 并实现持续的自我调节和成长 如果一个人他不了解自己行为 背后所驱动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 他就可能采取 重复的一些没有效果的行动模式 而当他意识到这些行为 所基于的价值取向以后 他就有可能选择更加切合 这些价值观的行为方式 而不是无意识地或者固执地 来坚持那些 并不能实现更高价值的做法 所以当一个非常看重团队 合作价值观的领导 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模式 可能过于独断 可能会损害团队关系和效率以后 他就可以尝试调整为 更多地去倾听团队的想法 来集思广益 建立支持系统的做法 来符合他内心的价值需要 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所以观众朋友 当你每一天 要做出很多的选择的时候 您背后的意图和动机是什么呢 那下面我们来看三个例子 来帮助你思考 当你想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 那是为了获得一份成就感 那同时的话 更深的意图 可能是您对成就感的追求 或者渴望在工作当中 取得卓越的表现 获得同事的认可 也产生自豪感 那当你在家里 言谈举止就感觉更加的自然和随意 是因为家给了你更多的安全感 那在这里的更深的意图 可能是追求安全感和放松的渴望 家是一个舒适温暖和自在的地方 使你感到安心 放心和随心 那可能你喜欢经常地到各地去旅行 是为了享受自己的心情 那可能更深的意图 是对于冒险 探险和新奇体验的向往 以及寻求乐趣和快乐的愿望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另外一个自我教练的提问 当这个渴望被满足的时候 我会成为怎样的人 在我们之前的项目团队案例当中 Tom内心一直渴望成为一个杰出的团队领导者 而这个提问可以激发他对自我认同的反思 这个问题启发我们探索 我是谁 这个独特的自我认知 他会推动Tom的行为和决策 当Tom设想自己实现了团队领导者的理想的状态以后 他内心的我是谁这个认知 就会升级成为我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 当这个渴望被满足的时候 我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那这个提问呢 他构建了一个使命感的自我认同 他需要Tom发掘自己的独特的天赋和潜能 他也打开了原本自我与理想自我的联通的通道 当Tom以这个身份认同来看待自己 他就会获得持续的成长动力 这个教练问题的独特价值在于 他唤醒了Tom对自我独特性和卓越的可能性的意识 这将全面地推动Tom实现自我突破 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领导者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自我教练提问 我如何确定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呢 在Tom的案例当中 他的深层渴望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团队领导者 但这个渴望还是比较活虎 Tom需要明确他的实现的标志 那当我们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Tom的可能会这样回答 那团队成员的能力得到提升 团队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那项目也能够按时顺利完成 那团队呢能够给出正面的反馈 公司的领导对他的领导力表示肯定 那当渴望与具体的标志结合的时候呢 Tom的目标就变得更清晰 也更有执行性 那明确这些标志将帮助Tom制定步骤 判断何时达成目标 这样的话主观的愿景就变成了现实的路径 这个提问呢 也让我们描绘了清晰的未来的一个画面 增强了实现结果的真实感和内在动力 它将周向的目标 转变为可系统执行的计划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实现理想的自我的桥梁 促进了实际的行动 这种预体验的效应 增强了Tom实现目标的自信心 所以接下来也请你思考一下 你正面临的挑战 是什么呢 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你如何确定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呢 希望你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去反思 去察觉 把你得到的启发写在纸上面 便于您进一步地做好您的计划和行动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五个自我教练提问 七年或十年后 我会如何来看待这个实践呢 这个问题通过引入时间维度 帮助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 审视当下的困境和问题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前的挑战或问题 会随着时间线的拉长 让它显示出真正的重要性 这件事情真的那么重要呢 还是这件事情并不那么重要 从未来回顾 我们可能会获得新的视角与智慧 发现更多的正面价值 保持希望和前瞻性 这也有助于平衡当下的负面情绪 在我们的团队项目案例中 POM面临着项目延期的挫败感 他可以自问 七年以后 我会如何地看待 这个项目的延期事件呢 下面是他可能的一些回应 这次延期让团队得到锻炼 从挫折中成长起来 重新规划避免了更大的风险 保证了项目的质量 这段经历使我成为 更好的危机处理领袖 团队通过互助互信 度过难关 团队的关系更加牢固 最终我们完成了一个 高质量的项目 在这些七年以后 POM可能的回答当中 显示出了他更加积极 更加理性的视角 这也帮助当前的TOM 减少负面情绪 相信团队可以应对这次挑战 帮助他保持希望学习的心态 这也是管理压力和获得 成长的重要技能 谢谢玉鹏教练的分享 朋友 你刚才有没有尝试 把玉鹏教练介绍的几个问题 用到自己身上 我们看到 自我教练提问 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更是一种深入探索 和实现个人内在价值的方法 通过一系列的自我教练提问 我们能够厘清自己真正的渴望 价值观和长远目标 不仅能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 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个人成长 打下坚实基础 这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思考以下问题 一 目前你心里最大的渴望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渴望对你如此重要 二 当这个渴望被满足时 你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三 你如何确定已经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 四 七年或十年后 你会如何看待目前的困难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 也期待收到你的反馈与提问 如果你正面临职场挑战 渴望改变 欢迎给我们留言 申请一对一的公益职场教练对话 由专业认证教练来帮助你 突破当下 赢得未来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org 盼望您将节目 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这是你的职场 这是我的职场 这是我们塑造生命 一起成长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是一个职场